来关注国际焦点 摩洛哥于本月8号凌晨发生6.8级强阵后 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截至大马时间傍晚6点 已造成至少2122人罹难 另外超过2400人受伤 当地的救援人员正在争分夺秒的和时间赛跑 抢在事发后的黄金72小时内 从废墟中营救幸存者 一些在离回忆亲眼目睹亲人被瓦砺掩埋的景象 不禁悲从踪来 尽管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但摩洛哥救援人员丝毫没有松懈 大批由当地武装部队 以及民间救援人员组成的搜救队伍 正分秒必争地在残垣拜瓦中探寻生命迹象 同时寻找罹难者遗体 救援队伍除了出动重型机械之外 更不惜徒手挖掘瓦砺 只为营救出幸存者 天灾无情 大地震之后 让这座摩洛哥南方明珠沦为一片废墟 更拆散了无数幸福的家庭 一名灾离易入起地震的事发经过时表示 地震来得十分突然 在他和妻子反映过来之后 儿子已经被掩埋在坍塌的防护下 得心有语气地说 灾难发生的当下 他们只能凭着意志力 挣扎着从瓦力堆中爬出来 虽然夫妇俩 以及另外两名孩子 成功逃出生天 但遗憾的是 自己最年幼的儿子 终究躲不过这一击 作为父亲的他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孩子 被压在废墟之中 咽下最后一口气 地震发生后 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 其中以美国、英国、土耳其 西班牙等为首的多个国家 已经宣布派遣救援队 到当地参与救援工作 法国外交部也承诺 将提供将近200万欧元 折合马币大约1000万令吉的援助 协助摩洛哥人民重建家园 马西社电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